我叫肖凯叶 今年26岁 我喜欢音乐 尤其喜欢七八十年代的音乐 慵懒的长卷发 精致的妆容 广东女生肖凯叶的到来 为今年的中国新歌声 吹来了一阵华丽柔美的复古之风 这首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老歌《爱我》 在他的演绎下愈发缠绵翡测 你的口 总忍不住 徘徊逗留 怕一生爱都挪不走 你的笑容 你的愁 你的心情 你的梦 总忍不住 归谈追究 在生命的旅途中 我想与你甘甜与共 爱我 没有你 我变得好贫穷 在人世中 少你左右 我想我什么价值也没有 爱我 因为你 我变得好富有 在你怀着 被爱占仰 那种满足是一切比不过 好好爱我 拥有极具辨识度嗓音和语中不同气质的萧凯业 让冲下来的两位导师如获至宝 随即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抢人拉锯战 娜姐 这样 我帮你说一下好了 好不好 其实你唱这个歌隐藏着一个导师的名字在里面 什么歌 怕一身爱都挪不走 尼森 对 是不是 娜姐 这个好像真的是属于他的 这电视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抽接轮 友谊的小船说饭就饭 最终 陈奕迅老师成功将他收入战队 而作为一名致力于原创的酒吧助唱歌手 萧凯业和自己的乐队一起编版的《至少还有你》 则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丰富多元的音乐风格 如果 全世界 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只得我去珍惜 而你在这里 就是生命的奇迹 也许 全世界 我也可以放弃 只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消息 你掌心的纸 我总记得在哪里 耳目一新的改编 虽然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不同的风韵 没想到却引起来现场导师和评审们意见的两极分化 以我的经验来说 他穿R&B能力非常大 对 对 但是今天有瑕疵在 谢谢老师 我们讲点比较音乐性的东西好了 这个R&B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R&B的东西 那我觉得前面改个和弦蛮不错 但是副歌的第二个和弦为什么要改 虽然经历了质疑与认可的悲喜交加 但在导师魔鬼六次方循环大逃杀的比拼中 肖凯叶还是以优势胜出 成为了陈奕迅战队的冠军候选人之一 然而 也正是在这场比赛中 同时跟自己来参加比赛 并成功加入了周杰伦战队的妹妹肖敏叶 却遗憾落败 止步舞台 觉得还挺好的 因为我不想要跟妹妹PK 如果跟她PK的话 我们有一个人必须要走 是吧 那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 也许是带上了妹妹未完成的梦想 进入组内冠军战的肖凯叶 再一次拿出了令人惊艳的实力 和实力唱作人黄韵玲合作的这首《生命中的精灵》 顺利地将她送上了冲刺鸟巢的终极对战台 关于爱情的路 我们都曾经走过 关于爱情的歌 我们已听得太多 关于我们的事 他们统统都猜脱 关于爱情的歌 我们都曾经走过 关于爱情的歌 我们已听得太多 关于我们的事 他们统统都猜脱 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 而缘分和命运就是如此的奇妙 上一轮的大逃杀 妹妹萧米叶对战张泽 而在距离组内冠军一步之遥的最后一战 肖凯叶的对手居然也是张泽 一边是帅气有型的B-Box小王子 一边是人美歌甜的气质女神 两人难分不中的表演 让导师们集体犯了难 而不得不做出最后决定的陈奕迅老师 居然出其不意地发问 你想跟我去鸟巢吗 想啊 脱口而出的这一个字 简短有力 与其说是一份禁机的野心 不如说是一份对音乐的执着 让我们一同期待 这个为音乐而生 拥有一颗终于出现的老灵魂的90后女孩 在鸟巢里面